这一枚感觉还不知 风向那老小子,总嫌弃我厨艺不惊 这回我学了一道新菜 定要叫它刮目相看 是江都一带的名菜 叫做玲珑珠饭 不过现在还缺了一些食材 倘若你能帮我找齐 待做好之后 我便分你一份 如何 嗯 还缺蘑菇 白菜 嫩豆腐 剧芹蛋和鲜虾 食材商人那儿应该都有 可眼下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你倒是机灵 这儿有些银两 你先拿去用 这个是你要的蘑菇 白菜 和嫩豆腐 来来 拿好 呃 贝姑呢 剧芹蛋和鲜虾 我这里还真没有 要不你问问河边的渔夫 说不定他们有新鲜的虾 你来的真不巧 我那楼河下刚叫人买去 你若想要的话 还是自己调吧 有必须的 有必须的 如果我们有新鲜的 经事的 发生荣 可以 无所谓 还真正可以 吗 不 他们会 这些状况 没有 怎么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独播剧场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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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一样不少 接下来你就等着瞧吧 好了 大功告成 这道菜能做好 也有你一份功劳 你要不要先尝尝 也对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能指便宜功效那家伙 你拿去分一分 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份 这是狱长老的赏资吗 瓜 除了味道很难吃 狱长老真是个大好人 瓜 神医道天这些家伙 趁着妖怪作乱浑水摸鱼 多亏有天玄教的仙长 我还是干我去吧 咱们可就不秧了 这样的饭菜 他们真会挑时候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和妖怪前后脚出现 依我看 两边怕是早有勾结 我已经肚改前飞 你为什么还要来毒害我 怎么样 是不是吃了还想要 果然不枉费我一番辛苦 我现在给老小子送去 一定要盯着他全都吃完 我刚才用过午饭 不如宝石 不如你先给我 我过些时候再吃 嗯 方才我明明听到 你跟别人说 想找点吃时 怎么现在 又变成宝石了 我何时这样说过 大概是你听错了吧 无妨 反正你总是要吃东西的 我这玲珑珠饭 可是地道的江都美食 吃过的人都散不绝口 既然如此美味 当然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静下心来慢慢品尝 刚出锅的食物 多一刻味道可就不一样了 你不肯自己动手 难道 要我找人送进你嘴里 不必了 我自己来 欲如生的美意 还真不是轻易消瘦得起的 我没事 只是那些食材落到她的手上 实在是太可惜了 也不知是谁这样有的她胡闹 唉 罢了 以后她若是再找你帮这些忙 还是找借口推脱掉吧